二零二四選舉年 歐洲斯洛伐克 今年也將迎來總統大選 誰會當選都將影響 對中國以及俄羅斯的態度 專家指出 目前民調最高的兩名候選人中 與現任總統 Caaputová較為友好的 科爾喬克 過去曾擔任 德國 美國 以及歐盟大使 外交政策偏向靠攏西方國家 反觀與現任總理 非左同黨派的 佩萊格里尼 外交政策較為情惡 早福領先科爾喬克 雖然民意看似 靠攏俄羅斯 但就怕戰爭來襲 當地還是有不少人 上街示威 數千名斯洛伐克民眾 十二日走上街頭 抗議現任政府 與俄羅斯政權 太過親近 斯洛伐克現任總理 非左二零二三年 當選總理時 曾表示將停止援助 烏克蘭武器 僅保留人道救援 引起正反兩個意見 如今大選在即 候選人過去政策 都將左右選民手中選票 三雄一首選擇